好的,现在我们就讲这个 神属性讲道法 和查经法 如果你不是讲道的 这个也会帮助你查经 这个查经法 跟普通的讲道法有什么分别呢 这个是宣言 那叫我们出黑暗入其妙光明节的美德 神的美德 宣言神的本性和他的恩典 愿人被吸引去赶宗神 而且是实际的 因为实际上讲出怎样去 怎样去帮助人的生命 你看这个大纲 我再解释一下 其实你们这两天 这两天都听到我讲道神的恩典 推动人 你就会觉得明白神的恩典 会给我们更大的动力去 尊重神是不是 当我们知道神的美善 当我们知道神这么美好 人就会更有动力 当我们知道 我们信仰神的美善 当人知道神的美善的时候 神会 人会被感动 人会说神这么美好 跟从神这么美好 就更有动力去跟从神 因为 人 很多人都是 我说就是很多人都是长大的时候 都是在律法之下 所以他们很多时候 讲道的时候 都会说 你要做什么 你要做什么 都是吩咐 主要是吩咐 但如果我们是 帮助人去 建立与神的关系 怎样 更 亲近神 被神的爱吸引的话 这是神的恩典 鼓励人 而且 更鼓励人去 亲近神 因为很多人是这样的 他们是 主要是 就是尊重神 很多道就是 你没有尊重神 你要悔改 你要尊重神 是尊重 但 其实基督徒的关系最重要 不是尊重 第一条介命是什么 爱神 与神有好的关系 才尊重神 尊重神是第二 爱神是第一 所以 第一 我们是建立 与 神的关系 好了 这个 坐近一点 坐近一点 坐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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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好的 过去 好的 好了 我们看这个 大纲 这个大纲里面 首先我们有 引言就是人在 这主题上的问题 这个 反面没有尊重的地方 还有尊重的地方 为什么这样呢 我用一个例子 这里有这个题目 例子 就是爱人如己 这句 这个 主题 如果我们讲这个主题 爱人如己 我们首先要唤醒人 基督徒应该爱人如己 但很多基督徒都没有爱人如己 是不是 的确是 在很多教会什么问题呢 在很多教会什么问题呢 很多人说 我在教会受伤害 我在教会没有人关心我 我在教会 很冷 很 很 语言的关系很冷淡 就 好像 好像没有一种 比起伤害的情况 当我们讲出这个情况的时候 我们就唤醒基督徒 到底你的 教会是爱的家庭 还就是 还是 就是学上 有些 教会就好像学上 你们来听到 听完到就回家了 但如果 家庭 是不是 蛮有爱 如果这个 教会 蛮有爱的时候 人都会说 这个是充满爱的家庭 我来到这个家庭 就被爱 被关心 我很喜欢来到这个家庭 是不是 所以耶稣说 比起相爱 人就认得 你们是 我的门徒 这个 语言是让他们 唤醒他们 每个主题 都让他们知道 我们的情况 让他们愿意去 去改变 然后正面的例子是 如果我们见过一些 充满爱的教会 我去过一个 很充满爱的教会 这个教会怎么样了 我进去 进去的过程 有几十个人 跟我 欢迎 跟我说话 欢迎我们 是一个非常热情的教会 这个教会 就是 这个墓序带领人 都是常常对人表达爱的 对人表达关心的 在 带我自己的教会 带我自己的教会和群体 我也训练他们都关心新来人 也为他们祷告 帮助他们 辅导他们 这个就是建立爱的家庭 好了 然后上面的主题是 神的属性和恩典 就是让他们看到这个主题 我们要做了 首先神做了 神是怎么用神呢 神是常常怜悯人 怜悯人 常常 关心人的 祂是充满爱的 属性跟恩典 有什么分别呢 属性是祂的本性 祂的本性是爱 祂的本性是接纳 祂不能不爱 祂不能不接纳 接纳 然后祂的恩典是什么呢 祂接纳最大的罪人 很多很大的罪人 祂都接纳 感动他们改变 所以有些人是犯罪的人 犯法的人 但神的爱感动他们 他们就改变 他们信耶稣就改变 神的恩典 接纳任何人 而且 祂感动我们去接纳人 所以我们会尽力接纳 感动基督徒 爱主的基督徒 见到人都会 有这个心去关心人 我小的时候 不是一个关心人的人的 我小的时候 没有这个心情 所以我信了耶稣 我知道神这么美善 神就给我 这种动力感动我 我对家人传福音 他们对我说 你不要再传了 不要再传 但后来又传 他骂我 你不准再传福音 我在 其实又传福音 到现在我每次见他们 都传福音 都为他们祷告 最近这个最反对 我传福音的人 也接受我的按手祷告 这个 这是神的恩典改变我们 而且我们 要爱神 神就喜悦 神就祝福我们 这里有几方面的恩典 讲到什么呢 恩典讲到神 首先 祂关心我们 祂改变我们 让我们懂得去爱人 神给我们动力 聚会 去联敏人 当我们联敏人的时候 关爱人的时候 神会 加我们力量 神也纪念 也赏赐 所有的主题 当我们遵从的时候 神都去做这些工作 例如喜乐 如果我们讲到喜乐 神是喜乐的神 然后祂将喜乐 赐给所有 亲近神的人 都会经历 神的喜乐 然后 祂会改变我们 处理生命 也帮助我们 将喜乐 带给其他人 祂也将 这个恩告 赐给我们 让我们可以将喜乐 带给我们 祷告人 当我们充满喜乐 祂也赏赐 这个很多主题 你都可以这样 发挥的 我实际上 再用其他的例子 这个有什么重要性呢 就是让人看到 我们讲什么主题 神都要做 除了什么 祂没有做 祂没有悔改 因为神不需要悔改 但其他 祂都做 敬拜 天父不需要敬拜 但耶稣也有敬拜 所以我们就看到 祂吩咐我们做的 祂都做 怜悯人 祂怜悯 谦卑 耶稣非常的 耶稣非常的谦卑 为我们定在 十字架上 我们就讲出 神的恩典 怎样 祝福我们 怎样改变我们 怎样赐我们力量 恩赐 所以我们能够爱人 然后当我们爱人的时候 神陪伴我们 也赏赐我们 然后我就说出 为什么人不能爱人 为什么我要说这一点呢 因为人不知道 为什么不爱人的时候 他们就不能改变 为什么人不能 很难爱人呢 因为 因为 基本上 缘是自私的 新的耶稣 有没有改变呢 有 些少 但 完全没有自私的基督 基督徒有多少了 你会发觉很多基督徒还是很自私的 他们去教堂就是喜欢找他们喜欢的朋友 但新来的朋友他们没有兴趣帮助 为什么呢 他们觉得他们会拒绝 他们会觉得不舒服 所以 别人做了 我不做了 这是一系借口 另外 人就是 不能接受别人 这方面的聚会 你需要思想 为什么 我们要讲出 为什么人没有尊重神 这方面 例如处理罪 为什么很多人犯罪 圣灵都有感动 为什么基督徒还是犯罪 原因是什么 我们就想到这个原因 我们要看看自己什么原因 我们继续犯罪 在这里 爱人如己 为什么人不能爱人如己 因为人觉得很害羞 不敢 人沟通 人沟通也很多时候被人拒绝 所以 里面就觉得 惧怕 也不愿意付出代价 但你想一想 我们的惧怕 令我们不能拯救 很多应该去天堂的人 本来他来个教堂 我们关心他的时候 他可能信仰寿 但我们没有关心 他就离开教堂 我们就有责任的 所以我们需要悔改 好了 然后第三 不爱人的破坏性 这两方面是律法 二跟三是律法 一是恩典 神的恩典 二跟三是律法 为什么人不爱人如己 然后不爱人如己的破坏性 当人不爱人如己的时候 在家庭 在教会 就有很多问题 事奉的人 为什么同工有问题呢 同工也未必爱人如己 同工也是说 你要做什么 你要做什么 你没有做什么 你没有做什么 你快快去做 所以不舒服了 不舒服就不愿意合作了 这个为什么 可能我们可以想到很多原因 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不能爱人如己 为什么 很多基督徒 还有失去世奉的人 很多都不能去关心人的 我有不同的 不同教会的人 有些人找我 他说 我们 我去教堂 没有人关心我的 母书也没有跟我谈话 也没有关心我的 教友也没有的 这个就是 这个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 这个破坏性 也破坏他们 就是他们会离开教会 他们也没有爱心 所以整个世界的基督徒 如果都充满爱心的话 我们的影响力很大 但因为 很多基督徒都没有爱心 所以 我们对世界的影响力 是很有限 甚至你听过很多人 对教堂有负面的想法 负面的看法 为什么呢 他们去个教堂 经历不好的经验 所以以后不想去教堂 这个就是 这个破坏性了 然后 而且另外去 神不喜悦 因为没有爱人如己 没有怜悯的心 好了 如何踏出去 爱人如己呢 首先 我讲这个如何的时候 通常都会讲到 处理这个拦阻 我们所有的 作为应该做的 为什么没有做 第一个原因是 因为我们有拦阻 为什么人犯罪了 因为他们 原因令他们继续犯罪 这个拦阻 他们追求圣洁的原因 然后为什么人 不爱人如己 他们惧怕 害羞 这个处理了 怎样处理呢 这个就是 我讲到的 其中一个 特色 就是我会 实际 讲出原因 实际讲出 怎样改变 好了 这个 如果人 害羞 我们可以怎样做呢 我们可以告诉自己 如果我胜过这个害羞 我可以帮助很多人信耶稣 帮助很多人灵命更信 我的生命 神也喜悦 可以得到神的喜悦 神的祝福 神提升我的生命 我的生命就不再一样 好像我一样 我为信主的时候 我不是主动与人交往的人 但我现在是主动与人交往的 我祝福人很多很多 我都不知道有多少人 我去过不同的国家 我帮助很多人 个别帮助很多人 如果我不到处 去爱人如己的话 到境遇 我还是好像以前的话 我不去这个 完全不去这个人 所以我们首先处理 我为什么害羞呢 或者是有知识 有一天神对你说 你是又懒又恶的仆人 你会怎么样 有什么感觉 如果耶稣说 良善的忠心来这里 好了 又恶又懒的 是我 我是懒惰的 就很严重了 所以我们就说 神啊 我不要做这个 又恶又懒的仆人 我要做一个 又爱心 又良善 又忠心的仆人 我就说 我不要浪费我的生命 我可以 他出去祝福很多人 就处理这个 每天祷告 神啊 给我勇敢 首先我关心一些 已经认识的朋友 关心他们 为他们祷告 然后我关心其他交友 关心更多人 他们的生命 就可以改变了 我们就鼓励 可以鼓励自己 我有改变了 哈利路亚 我有改变了 哈利路亚 然后处理这些 我们里面的 不同的原因 另外有些人是防卫性 什么意思呢 有些人是对别人 是有防卫的 不敢沟通 不敢说出自己心里的话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小的时候 被人骂很多 所以很怕人 其实这些问题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程度 有些是怕人 这个没有处理的话 我们的里面 还是不释放 还是怕人 还是不敢关心人 我们怎样能够放下这一点 能够说 我关心人 告诉人 我面对的困难 你留意我分享的时候 有些时候 也分享我自己的困难的 我也说 我曾经犯过很多罪 是神的恩典 我的改变 不是我的改变 是神给我的改变 我让人知道 我也有我的失败 这个就是 我放下我的防卫性 不要紧的 我也有犯错 每个都有犯错 我们就是 蒙恩的人 我们就说 我放下防卫性 我更能够帮助人 好了 我们怎样爱人呢 首先可以爱 周围的人 周围的朋友啊 认识的人啊 关心他们 他们告诉我们的情况 我们放在记忆里 祷告 上一次见他的时候 就问他 你上去告诉我 你有病 现在怎么样啊 这个需要放在记忆里 他说他有病 我就关心他 这个情况 现在怎么样啊 我们就能够 首先关心周围的人 也学习怎样 聆听这个需要学习的 听到人的说的话 留意一下他背后的感情 他说啊 带孩子真苦啊 这个有什么感觉啊 辛苦是不是 辛苦第一 还有什么 很累 很累 很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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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烦 很烦 是的 心情不好 是的 心情不好 好的 好的 你们都是母亲 所以明白了 你就告诉他 我知道啊 我知道 我知道 辛苦啊 他会觉得怎么样 你 你明白我啊 你明白我 他就会看你为 他的朋友 所以我们需要学习的 我们听到人说话 就留意他背后的感情 然后回应他的感情 我知道带孩子 很累的 很多 其实好像没有上班 但其实工作整天都要做 整天都要做 都很累的 而且孩子很多时候不听话 就令我们心里受伤害 不开心 就说出这些情况 他就觉得明白了 这个就是爱人如己的 我们也懂得怎样去 我们一起祷告 用神的爱 一句好不好 而且我们也可以分享 我可以分享一下 怎样去 能够在这个情况 更有力量好不好 就关心他的情况 也帮助他 帮助他不被孩子影响 你知道吗 你坐在孩子身上 孩子一生人都会变为 爱人如己的人啊 你有好的基督徒的榜样 他们也会成为好的基督徒啊 所以你坐在他们身上 你就是好像一个小的牧者 你有 你的孩子就是你的教友 你建立他们 他们将来祝福很多人 所以你做得很重要啊 他们有些时候不听话 你不需要吃他的垃圾的 他不听话 你不需要放在心上 不需要反复思想 反而你去想着 他们有可爱的地方 神有爱 所以我愿意去爱他们 这个 刚才我去示范 这个主题 我们现在可以用 其他主题的 这个主题有什么特色了 特色是 这是大纲 你不需要 必定跟这个大纲 但我鼓励你们 手起码有几样 第一 讲出人的问题 另外 神在这方面的属性 这个 然后 如何 如何去改变 这个 讲出这个问题 和这个破坏性 然后怎样去改变 这样的话 我们就能够 帮助人这方面了 这方面能够 实际地 开始 能不能够开始 就关心周围的人啊 能不能够 开始就 去 聆听他们 回应他们的感觉 为他们祷告 关心他们 帮助他们更爱主 帮助他们更 被神的爱改变 你们有没有提问的 关于这种方法 我会用几个 例子的 那你查经的时候 怎样用了 有些不许讲到的 你看这个经文 你就说我有没有做 为什么我没有做 爱人如己 为什么我没有做 然后 我怎样有能力 爱人如己 因为圣经说 神是爱我们的 我们爱 因为神先爱我们 是神的恩典 神在哪一方面 感动我去爱人 你有没有感受 那种动力 叫我们去爱人如己 然后 怎样去爱呢 所以查经的时候 也可以用这个方法的 我们转一个主题 喜乐 如果我们回去讲 这个 靠主喜乐 你们要靠主喜乐 其实原文是 在主里喜乐 在主里面喜乐 有什么分别呢 在主里面是 与神的关系 所以我喜乐 靠主喜乐去 我靠着主去喜乐 哪一个意思更好啊 在主里面 是的 中文圣经是 是谁 靠主喜乐 但原文是 在主里面喜乐 英文是 rejoice in the Lord rejoice 在主里面喜乐 好的 那如果我要讲这个喜乐 我首先说 神要我们喜乐 但是不是 我们每个都喜乐 是不是 你平常都是喜乐 还是很多烦恼啊 这是 我唤醒 他们知道 其实很多人都不是喜乐的 很多基督徒都不是喜乐 然后 不喜乐 后面有讲到这个破坏性 现在不讲啊 然后 神的属性是什么 耶稣说 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天堂是快乐的 天堂是快乐的 那神是不是快乐 天堂是快乐 神是不是快乐 神笑不笑啊 笑 神创造我们能够笑 他自己会不会笑了 他会笑 但我们会不会笑了 有些时候会 但 是不是 容易笑了 在家中 容易笑吗 不容易笑 不容易有喜乐 为什么呢 因为太多麻烦了 而且我们思想是 看着困难 神的属性是 他是充满喜乐的 另外他有这个能力 谁亲近他就有喜乐的 谁来到神面前就有喜乐 他能够将这个喜乐 这是恩典 他能够将喜乐传给人 信的人有圣灵记住 圣灵就将喜乐放在我们的里面 他就赐我们这个喜乐的力量 而且 他的话语 也帮助我们有喜乐 当我们喜乐的时候 神也很喜欢 我们靠主喜乐 就是正宗神 神就很喜欢 神就祝福我们 也可以将喜乐的恩高 寄给我们 让我们能够将喜乐 带给人 这个神的属性和恩典 为什么要讲这个了 让人知道 神是叫喜乐的神 所以我们可以喜乐 神是喜乐的 所以我们可以喜乐 然后为什么 人不能喜乐了 刚才我有这个比喻 神的恩典 人的恩典 人对我们做好的事 人的问题不好的东西 但大部分人我想问你 你凭去 思想的时候 哪一方面比较多 你的家人刚刚骂你 你想的是什么 愁苦 他骂我 他不应该骂我 他为什么骂我 我的老公真不好 他常常骂我 但我们每一天 我们每一天都有困难 是不是 每一天困难过后 都是哎呀 为什么啊 哎呀 我很苦啊 所以就越来越不开心了 这个就是原因 而且周围的人都是 大部分人都是 很多烦恼的 所以我们就跟他们的模式 基督徒也有很多烦恼的 世奉源源也有很多 很有压力的 很重 很重 压力很大 因为也不代表 他们懂得怎样 从神得喜乐 然后没有喜乐的破坏性 是什么了 没有喜乐 做什么都是重担 是不是 做什么都是重担 哎呀 又要煮饭了 哎呀 又要洗碗了 哎呀 又要照顾老公孩子了 哎呀 又要事奉了 破坏性就是对生命 是灰暗 就好像都是苦的 就没有力量 是不是 没有属灵的力量 也没有好的见证 教会也没有喜乐 教会都是很严肃 都是责任 都是压力 是不是 这个破坏性 神的信念是我们都是喜乐的 我再 保罗说 我再说一次 你们靠主喜乐 再说一次 就是说 这个是我们应该做的 但其实 你会说 教会的特色是什么呢 喜乐是不是最重要的特色呢 爱心是不是最重要的特色呢 好像不是 好像很多基督徒都有 他们的困难 都有 他们的软弱 就是因为他们没有看到神的美善 好了 怎样有喜乐 要有喜乐 就怎样放下我们的烦恼的来源 第一个烦恼的来源 因为我们常常思想 反复思想不好的东西 常常 为什么 常常说 为什么他这样做 而且常常自责 我做得不好 我真的不开心 就是常常 我真失败 所以可以改变 首先 赎上神的恩典 神真美好 喝水真好 喝水 很好 就是说 神真美好 神创造的食物真好 弟兄姐妹真好 哈利路亚 就是赎上神的恩典 赎美主真好 赎美主就越来越喜乐 将中担呼叫出来真好 哈 中担就出来了 这个就是 注目在好的东西 多亲近神 神的喜乐就临到我们身上 也 赎上放在记忆里 神所有做的好事 都放在记忆里 我常常 记 记念神为我做的所有的一切 我告诉你 我随时可以做很多 说很多 分享 为什么呢 我常常 记念神的美善 我告诉你 我一直在高速公路 不是 在这里 高速公路 然后 在地上 这个地方是有些冷的 但没有 撒水 但有一个地方 我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有些冰在上面 我没有看到 当时是 晚上 然后我的车就 突然就转了 转完之后 转过另一条线 然后 就 转过另一条线 过了两条线 然后 马上有一部很大的 破车 冲过来 在我旁边走过 如果我当时 持 些少 我已经在天堂了 神看到了 我就放在记忆里 神啊你真美好 神你真美好 我每一次 经历什么东西 我都放在记忆里 我有一句 拉一个杂 我以为可以 拉就放手 不知道 拉的时候 马上就将我的手 扎住 然后 我痛了几个月 我就说 如果这个力大一点 我已经没有几个手指 我现在已经不能弹琴了 我感谢神 我还有这几个手指 我还可以 弹琴 还可以握手 感谢天父 哈雷路亚 感谢天父 我属上这些恩典 我说神你这么美好 感谢扎美你 你真美好 你真美好 你赐给我很多恩赐 祭会祝福人 真美好 哈雷路亚 我属上这些恩典 就充满喜乐了 这样的话 是实际的 是不是 实际整个做 也告诉人 为什么人不能做 然后神有这么美好的恩典 所以我们能够做 那你查经的时候 怎么办呢 你看到 靠主喜乐 其实查经不需要很快 如果你带领查经 你就问大家 你喜乐吗 你的生命喜乐吗 如果你不喜乐 你的生命有什么影响 你想不想喜乐 然后我们思想一下 神有没有这个属性 神是什么的神 神说可以进来享受主缘的什么 他是充满快乐的 在天堂 是整天都在笑 在充满爱 充满喜乐的 神是充满爱的 他也将爱赐给我们 然后我们怎样可以有喜乐 这样的话 又实际 又讲出人的问题 又看到神的美善 所以人就会被吸引 这个特色 所以是讲出神的属性和恩典 关于这个讲道法 有没有什么提问呢 在你们教会 你能够这样讲道吗 你可以给我一个题目 我可以马上给你这个大纲 好了 如果没有的话 我又用另外一个例子 另外一个例子 将身体线上 很多人听到线上 他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将你的身体线上 将你的金钱线上 将你的生命线上 很多人的反应是什么 牺牺牲很多 太多了 很怕 学不得 很大的审视 很多人觉得很大的审视 这个为什么很多人 不能线上 生命呢 就是因为以为 在神里面线上 金钱 时间 自己就会少了 我奉献了就没有了 这个是很多人的看法 牧群是吧 是的 但我们首先看神了 神是怎样的神呢 神是常常祝福的神 神其实可以坐在天上睡觉 但祂没有做 祂每一天不停地坐供 祂在你身上坐供 在你身上坐供 在你身上坐供 每一个身上 无数的人 祂不停地坐供 哇 真的很繁忙啊 是不是 祂完全地献上自己 也献上祂的儿子 为我们死 圣灵不停地感动我们 祂也为我们 预备美好的道路 每一个人都有 每一个都有 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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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个都有 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进入神 这么奇妙的计划 好了 神的属性 祂献上所有 而且为我们预备最美好 当我们愿意献上所有的时候 你就能够进入神的 善良存全可喜悦的旨意 你就会进入这个旨意去 可喜悦的 你也喜悦 神也喜悦 我告诉你 我现在吃风是很喜悦的 非常高兴的 啊 能够祝福他们 感谢天父啊 他们改变 哈哈哈哈 我看到你们改变 我也喜欢 我是觉得我 得到很多啊 我每次吃风 我每次吃风 我都得到很多 你们想不想这样啊 每次吃风 但我告诉你 有些传道很怕星期天 因为他们没有力量 也看到好像 我付出 付出很多 都是付出 好像得不到什么 对对对 为什么得不到呢 这个原因 很多人为什么不能付出 得不到 为什么呢 没有学到限制 没有能力 没有学到限制 这个方法 没有能力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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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没有找到这个方法 怎样用灵祷告 能够得利 因为很多人 很多人祷告是怎么样啊 神啊 求你给我力量啦 这个星期天需要力量啊 哎呀 求你帮助我的家人啊 求你依据我们 都是祈求 很多祈求 祈求未必有能力 因为注目在我们的困难 我不是说不祈求 但如果当时 当时祈求的话 力量不大 注目在神 力量就大了 哈利路亚 神是充满恩典的 所以我祷告 常常宣告 神充满恩典 祂有很多礼物 准备送给你们的 祂要将祂的喜乐 赐给你们 祂要将祂的爱 充满你们 祂要将祂的满足 充满你们 哈利路亚 因为我首先得到这个满足 这个喜乐 所以我就很想分享 所以我的师父是不累的 其实我在家中 很多要做的事情 但我乐意来到这里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我有这个秘诀 注目在神 从神得利 我付出代价 去更加得到神的祝福 越付出 越是神喜悦 也是我喜悦的 可喜悦的旨意 我进入这个计划 我真的说神正美好 我正享受 我告诉你 我享受耶稣 我就享受了 我闭上眼睛 神耶稣 就很平安 很喜悦的 我希望我们都是这样的 这样身体现上 马上有力量 马上有平安 所以这个是 其实是 这个神的恩典是什么 我们付出的 神就连遥大 连遥大案 上见下流的 倒在我们身上 就有很多恩典 比我们所有的更多 所以我们献上的 就很小 但他献给 献给我们的是 极大的恩典 这个是神的恩典 和属性 他为我们预备的 我们将生命献上 得到很多很多 得到力量 平安 神的喜悦 神的祝福 整个生命就提升了 神也赏赐 他的赏赐就是 我们随时随地 都有力量 有平安 然后为什么人不献上自己 就是怕神是 就是自私 就是觉得 事不关己 挤不劳心 就是你的事 是你的事 我不关心 但其实我们 越关心人 神越喜悦 神就祝福我们 这个破坏性是什么呢 教会就没有爱心了 有人不愿意付出代价 有人就懒惰了 教会也没有力量了 然后怎样 愿意去献上自己呢 这是我们 首先明白 神必定赐恩 很多恩典 赐给献上自己的人 我们相信这一点 然后我里面 是不是有知识 惧怕 我就求神帮助我 放下这些知识 惧怕 我就开始 踏出来 去献上自己 首先献上我的时间 愿意献上我的金钱 我就愿意 这样跟从神 我告诉你 我出新主之后 在家堂学到 十一奉献 我就开始 十一奉献 当时我还是学生 我有些 些少工作 我就开始 十一奉献 有一次 我去 在暑假的时候 我去做工 有一次 我有一两个星期 没有做工 但这个公司 没有留意到 他们还是给我 发这个机票 然后我将这个机票 拿回去 我说我这两个星期 没有做工 我将机票 退给你 因为我是基督徒 所以我不会拿 不是属于我的钱 这个是我出新主的时候 这是我看中神 愿意献上自己 神就祝福我 为我开路 有人对我说 你愿不愿意去 外国读神学 我就去了 然后起初我不相信 但后来我去了 神就为我预备 学到很多很多 各方面的 很多的方面的 学习都有 这个是恩典 这是我们献上自己 神就为我们预备 眼睛未曾看见 耳朵未曾听见 人心也未曾想到 这样的话 我们听了之后 你愿意开始 献上你的时间 金钱去帮助人 也献上自己的生命 当你分享信息的时候 带你茶经的时候 你是充满 从神来的喜乐的 神很多 很多恩典 所以你预备 讲道很重要 是你亲近神 从神得利 你在家中充满力量 你要你吃到家当的时候 你宣讲 你的里面就涌流出 这个生命 神的平安喜乐 这样讲得好吗 你为神做什么 就是你 虽然你没有 喜乐力量 神还是赏赐你 你真心去做 神就赏赐 是 是 看你跟他有移动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